吃什么食物可以降血脂? 石丽娜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高血脂病人在日常饮食当中 他的饮食应清淡,不要油腻 平时呢,可以多吃些新鲜的水果蔬菜 比如用橄榄油来替代食用油 同时呢,一些含纤维素多的蔬菜也有降脂作用 同时可以建议适当地进行运动 我们可以选择以下一些植物性食物 比如蔬菜,豆类,燕麦 还可以选择一些动物性食品 比如牛奶,酸奶,脱脂牛奶粉,海蛇等等 在日常饮食的时候,尽量不要吃动物油 以及含胆固虫丰富的食物 否则会加重高血脂的症状 可以在日常适当地吃一些大葱,大蒜 因为这些有良好的降血脂作用 当然,有些高血脂仅仅靠食物是很难降下来的 需要口服药来进行干预 专家提示 一,高血脂病人在日常饮食当中饮食应清淡 二,平时可以多吃新鲜的水果,蔬菜,含纤维素多的蔬菜 三,用橄榄油来替代食用油 四,可以选择植物性食物,比如蔬菜,豆类,燕麦 五,还可以选择一些动物性食品,比如牛奶,酸奶,脱脂牛,奶粉,海蛇等等 点进行 点倒 点 点